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吐娘的頻道 我是吐吐 今天要實行兩人約會 上次是兩人的一天的約會 我覺得算是半天的約會吧 那兩人約會 被發現 約會怎麼樣 實行什麼約會 我們要實行就是有過夜的 我想要體驗一下這種 有小孩跟沒小孩的感覺是怎麼樣 上次來花蓮的時候是帶著恭喜來 自從生了恭喜之後 我暫也沒有兩個人來花蓮過了 所以我還是想要體驗看看 看我是不是真的喜歡只有兩個人呢 還是說我就是喜歡帶著恭喜 還是說兩種都喜歡 我還是想要體驗完這件事情 約會 這次的旅程有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我現在終於又可以重新入住Airbnb了 因為以前在宅宅的時候 我們就是主辦又比較方便 你要搬他的東西 然後要帶他 盡量是半點有停車場 然後確定時間就是彈性一些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 就又可以駐回Airbnb 我覺得 都很期待這個感覺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走舊路 因為前一陣子土石流 一陣子在管支 然後那一邊不能走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走舊的路 所以看到的風景是不一樣的欸 都凸了 我們遇到了晚治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等他再次開放的時候 應該不會等太久 這個在 看好是嗎 我還看到有人下來走舊欸 對啊 因為半小時後才可以 而且要可能等更久 而且要可能等更久 對啊 堵住我們的Airbnb 好久沒有住Airbnb了 這個Airbnb很膩 我超愛 超愛這些各式各樣的小的 很有氛圍 明天起床的時候 這裡就會是海 不管是陰天還是什麼天 但旁邊就是海 而且它的浴室 我跟你講 Airbnb我超在意的浴室 你看 就是整個風格 非常尷尬 入住成功 Airbnb我小孩比較難住 因為例如說你要娃娃床啊那些的話 就比較困難 看這氛圍多好 會感到非常的舒心 我相信我在這裡可以度過更美好的假期 Good morning 看到沒有這是我們外面的view 直接看太平洋的房間 我覺得一起床之後可以擁有這樣子的風景 哈囉 哈囉 哈蓮這一次 就是很多店其實都開心的了 像這一區 之前因為發現人比較多的時候 我都停不到附件車位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來這裡好好逛一逛 那這一次呢 剛好因獲得福就是有了一個車位 所以我就決定來 看看 每次遇到不確定門能不能開的店 我都覺得特別壓力大 我真的不知道他這個 他好餓喔 在影控的我們禁得起這種誘惑嗎 當然是禁不起這種誘惑啦 咖啡怎麼樣 因為禁不起誘惑 所以趕快先喝一點糖 你看起來很慘喔 哇 先吃個杏鮑菇 我幫你吃牛肉好不好 牛肉幫你丟給牛肉 我幫你丟給牛肉 我幫你丟給牛肉 你問我要不要吃牛肉 我幫你丟給牛肉 我幫我丟給牛肉 我幫你丟給牛肉 我幫你丟給牛肉 你不要這樣 我幫你丟給牛肉 你不要這樣 我幫你丟給牛肉 你咬只會這樣怎麼辦 我會 我會 你咬著 咬好了 我覺得今天花梨外面的溫度很舒服 對啊 這是OK的欸 而且是白天然後這樣溫度 這椅子超矮 我剛好怎麼樣? 欸妹妹妳很敏感欸 腿長 用起來剛剛好 怎樣啊妳覺得 什麼腿沒有地方可以放是不是 這個腿要打結啦 就是要往內收 I don't care 要離轉 要折 啊腳太長沒有地方可以放 好有人現在要起飛他的新玩具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呢 第一次起飛 天啊天啊天啊 天啊天啊天啊 她蠻吵的欸 你的小寵物有要回來嗎 她會自己降落 然後降落 你看 那我放在她下面 很開心耶 這台是我說要買的 好玩 謝謝你喜歡 我們就先去吃這個臭豆腐 算臭豆腐之後 晚上再配一個宵夜是什麼 麻辣燙 我覺得這次要麻辣燙好快樂 好快樂 很滿 哇 大豬滑 都沒中 好 提花嗎 好吃嗎 你吃多少錢啊 191 那我的呢 233 我們今天的行程一路到晚上 我們到底有多珍惜這一次的旅遊啊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是因為花蓮人真的 少 密度的狀態我就非常舒服 因為我比較不容易累就更開心 對 花時間找車位排隊 超期待 現在去幼豫村 好 走 因為我進來之後我覺得 有一點意外 變得很蕭條耶 都沒有營業 有沒有可能他們只是下班了嗎 這樣啊 這樣拍起來很漂亮 不會啊 哈囉狗狗 你就這樣駐足在我的腳邊了嗎 然後再拍照 然後就有一隻狗就停在我的前方 搞得好像牠是我的狗一樣 對 剛剛遇到嘟嘟和嘟嘟的主人 本來今天是幼豫村的公休日 但是其實很好拍耶 感覺挺好的 有種意外發現 新的拍照景點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這次我們都來花蓮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好開心喔 再去下一個地方 現在已經9點了 然後我們 晴晨還沒結束 我覺得我們好厲害喔 現在是時間過了 吃完宵夜之後 我們繼續 去 這是大男兵的這個遊樂場 發現你太高級了吧 嗯 30歲錯了 30就不能想玩旋轉路嘛 有喔 這個腹肌都快要長出來了 好可愛喔 你好可愛喔 你看起來很像一個什麼 Emo小孩耶 晚了一整天 現在已經晚上11點了 要跟大家說晚安了 提醒 慘得很 請吃吧 這是一個很肥很罪惡的香 酸奶香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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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兔兔的大學 時不時就要回來感受一下自己年輕的感覺 年輕人的精氣 你看 好認真喔 喔 大家在考試 哈哈 哈哈 特別你老了不需要再考試了 對啊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承受那種考試的壓力 悠悠哉哉哉 開養自己的能力 然後挑自己喜歡的事情做 跟擅長的事情做 現在不是很好嗎 就可以回來學校但不用考試 上次呢 來這裡是大公司 都是的 現在 都沒有人了 你看旁邊 再看右邊 欸 好可愛喔 咖啡吧 當媽媽跟她 本身從未忘記了 這碗的緊緊的感覺 但我還是愛你當媽媽囉 不會當媽媽 哈囉 早吃光 剛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來花蓮的時候 我吃到後面就吃超奶 對 這樣已經算容易吃到了 我現在7點多嗎 我等到9點就可以吃了 聽起來是很久 可是現在很誇張 可是今天整個晚上都沒了 他就說都沒用 你吃不到 自居沒得吃啦 掰掰 對 有人臨時取消育菌 我們等一下 塞塞子比大小 贏的話會交代何風牛一份 那輸的話 我們要用眉筆畫臉 要畫臉 蛤? 怎麼會不會輸 兩顆一樣的當眼睛 眼睛不算臉書 現在上面就是5點 那如果你剛好有兩對的話 小的這對當眼睛 這樣就是8點 那如果沒有一對呢 那有三次機會可以掃 好就BG好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塞了之前有一個口號 這樣可以嗎 好預備 6點 多時喔 6點 多時喔 6點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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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點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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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真的嗎 真的啦 那你們要畫嗎 妳想畫臉啊 喔 因為我輸啦 喔好啊 她臉上都是越來越多了 不好意思 衣服欸 衣服都錄下來囉 這裡最特別是他的衣服水 我們又玩到晚上了 好野喔 野狼 野狼 我們現在要去將軍府 整修過後開到晚上十二點 就是晚上十二點都有燈這樣子 應該也是一個拍照或是走走 蠻舒適的地方 我有個問題 你這個沒有接線 為什麼要這樣插麥克風? 沒關係啦 大家都已經不意外了 大家說一下 你會看到那個很大的導人地圖 資訊是錯誤的 他們說要下去 下去拍才會是正確的 欸這裡好漂亮喔 這裡真的很漂亮 那個外牆的設計跟我們家一樣 這個外牆的設計也跟我們家很像 就像我們家走道工吧 那個三小型屋頂 你看一下那個 那個就跟我們家客人的味道 對啊 喔這裡好香 你有沒有聞到木桶的味道 沒有欸我鼻子壞掉了 這個是對的這個是對的 欸我覺得你整個人跟這個導人地圖很像 你看你的袖子有白編 對 你看它這個框是不是有燈條 啊在我畫面上看起來就是白的 有餐酒館叫做渣男 恭喜的店 啊 國族的店 擺貨 就是很多吃的伴手禮還有手工招 七百塊 今天早上要再來一次 你怎麼搞得好像你跟這裡很熟 可以當在地導覽呢喔 我看上面寫什麼我就說什麼了 唉呀唉呀不得了不得了了 整個要出大片了呀 喔這裡好好拍喔 這裡好好拍 晚上有夠好拍 就是你帶一個閃光燈來 好拍到不行 欸你們看這裡好漂亮喔 我們繼續拍 Let's go 想不到今天行程還沒結束吧 看他來一間酒吧 這感覺很酷 體驗一下 很大間欸 去吧 像個魔藥一樣 也是選擇搞成這樣子 檸檬披薩欸 我的天啊 檸檬披薩要這樣 點了一個酒 他還附一個雪茄來著 對 哇哦 真的很 很浮空 我就是想就來這裡吃個飯 逛不逛 花一點錢 振興振興 將軍府 Let's go 你想要逛這個很像兔子的店是不是 逛一個很像生氣兔子的 生氣兔 太可愛了吧 我看過他本人 真的很糗 好可愛喔 他想要吃便宜 你要結帳了嗎 好 嗯 我老婆剛剛有點害怕 他覺得我們從第一間店 就開始買東西了 你都買到最後一間 不是說好要振興花店經濟的嗎 這個飯好這個飯 這個飯可以吧 吃飯可以吃飯 巴咖哩 你要不要吃得那麼小心翼翼的感覺 你是不是偷了我的雞蛋糕 他還擺貨 營業中的喔 這是茶包 好漂亮喔 真的不要像麗填 然後做這種 花窗 這樣子 要看將軍府本人啊 就這一個 修復前後的照片 米鐵屋 What is this? 就是它的那個 火鍋頂的屋簷 喔 Pizza 這次影片終於到了結尾的部分了 這次地震之後 整個花蓮很像都在換寫 就是在更新調整的過程 嗯 我也覺得來花蓮玩非常好玩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過來 這個感覺跟之前很不一樣的感覺 很像在玩一個新的地方 出發之前可以先去Google一下花蓮的管制 管制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店可以逛 只能登而已 我覺得現在大致可以來花蓮好時機 是因為來花蓮人少 你會玩得非常的舒服 跟舒適 國旅非常盛行的時候 花蓮人真的是看過去都是人 還是玩得很開心 可是就是會不夠放鬆的感覺 會玩得比較進風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花蓮店家 希望他們都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 要去結兒子了開心嗎 開心啊 開心啊 Love be more 有一點的感覺 我會覺得很愛 有一點點 也好 有一點點 想要留一點點